早上7時 我已經來到灣仔的金字經廣場 不僅有一個這麼早 這裡已經有很多人聚集了 大家在等什麼呢 就是等國慶活動的星期禮 在星期禮這一天 集合了750位青少年制服團隊 和中小學生在現場 其中有銀樂隊、護旗隊、星期隊隊員 你們看看他們多精神奕奕 這次這個活動 就是由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舉行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5週年系列活動 至金字經廣場星期禮 期望培養青年的愛國情懷 品足高揚 就是維持的時候 每個人每一步 在數最後的後獎 你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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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觀眾一起 跑在地上面跳過 前進 跑在地上面跳過 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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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你們是屬於什麼制服團隊 今天幾點鐘來準備呢? 我們是來自民眾安全服務隊 少年團儀仗隊的成員 我們是在今早早凌晨四點的時候 起床已經準備六點正到達了 金梓京廣場 你們有什麼不同的崗位 不同崗位做到什麼呢? 我們分了三個部分 我是瓊棋手 他是護棋手 而這位是升棋手 瓊棋手是負責在升棋典禮的時候 肩負著區棋前進的 那麼升棋手呢 就要隨時都要保持著一個穩定的速度 除了速度之外 我們還要求在國歌原筆的時候 是準確到頂的 無論是區棋或者國棋 因為金梓京都是很大風的 所以護棋手都要協助這個升棋手 在升棋的過程中 不要被棋子飄出去 要保持那支旗是和旗通盡量貼緊的 今天的活動星期禮 是有什麼象徵的意義呢? 其實這次的星期禮 是為了慶祝我們祖國建國75週年 所以你看到我們今天的參與人數 我們的銀樂隊 我們的合唱團 包括我們的職務團隊 和中學生的參與 是有750人的 所以750人就是象徵 我們為了慶祝我們新中國成立75週年 這個活動有什麼特色? 我們會做一個選拔賽 是怎樣的選拔呢? 就是我們會看到 我們有國旗、有區旗 我們每年就會跟很多UG的代表、長官 我們成立一個委員會 去選哪一隊贏出冠軍 冠軍那隊會負責升國旗 亞軍那隊負責升區旗 我們全程以中式步操去進場 還有今年我們加了一個護旗方陣 我們的護旗方陣是由不同的UG 去挑選他們的人算去參與的 所以今天在一個天氣這麼好的日子下 讓他們可以呈現他們在一年裡的 艱辛的努力、他們的鍛鍊 可以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我都非常感動 除了今天的活動 還有沒有其他活動 去培養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呢? 我們會不定期地去更新的國情消息 包括我們國家最新發展的動向等等 還有我們每年都會搞很多的交流團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 由2006年至今 每年都有舉行星期禮 而今年就有18個制服團隊參與 透過今天的活動 你希望帶些甚麼信息給青年呢? 我們公民教育委員會 一直就是希望推廣外國主義教育 亦還有關外尊重、包容、負責這四個核心價值 今天這個活動 其實年青人可以直接參與 唱國歌、暴粗和升國旗這個活動 這三個活動 培養他們的愛國心和國民身分認同 你覺得今天這班青少年的表現是怎樣? 其實他們今天的表現非常好 我看到他們今天精神非常飽滿 我相信他們做了很充足的準備 很期待的心情 迎接今天的星期典禮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非常成功 我也對他們感到很驕傲 為了今天的活動準備了多久呢? 以及準備了些甚麼? 我們在進行這次星期之前 都去過分領的身為軍營裏面的軍人 去幫我們去訓練 去調整我們的一些標準 然後我們也會去香港警察學院 進行一些訓練 透過這個活動學到些甚麼? 覺得自己表現成怎樣? 我們學到了中式隊列的精神 那就是團結一致 互相配合合作 我們不管是隊列動作 還是我們的友誼 還是文化上的溝通 都得到更深的加深 也是得到更深的羈絆 除了星期禮之外 還有甚麼其他活動 打算參與的呢? 除了星期禮之外 我想我在國慶 可能會和家人一起去慶祝國慶 看看閱兵 都會和家人出去看煙花 慶祝一下吃飯 除了今天的星期禮 接下來也會有很多其他國慶活動 大家都可以盡情參加 一起增加對國家的認識 也可以培養對社會的責任感 好適合